美国目前有300万出国旅行者 相当于旧金山总人口的2.5倍 已经超过三个月都拿不到护照 7月6日在旧金山的护照申请办公室 数百名护照申请者 期望在当天获得护照而得以成行 不过在这里 如果要取得护照 还要至少60分钟 来自洛杉矶的这位男士 当天坐飞机来到旧金山 希望能够在此更轻易地拿到护照 从而去巴黎 还有其他为了留学或者处理 仅其家庭情况而出国的人士 也在拥挤的等候室里盼望 而在后面一堆堆的申请文件 积压在这里 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 也在当日上午视察 在旧金山的护照申请办公室 并听取民声 以准备7月11日 就护照申请支带问题的 国会听证会 兰托斯表示 他的办公室已经接到了 上百个选民的求助电话 兰托斯认为 联邦政府通过这条法律的时候 没有为人数增加 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打算 在下周三会和其他国会议员约见 做出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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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